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目修建而成 没有涂粉任何的色彩 显得是淡雅古朴 韩丽在这阁楼前屈起落下 口中没有犹豫的大声说道 第一次韩丽拜见宋师祖 此话一出啊 韩丽感到若有若无的一丝神石往身上一扫而过 而韩丽故作不知 站在原地神色如常 半晌之后 楼阁中传来了女子温和动人的声音 既然来了 就直接上二楼来吧 我在这里等你 遵命 韩丽没有多言 几步上前轻轻一推木门 楼阁之门轻易的被推开了 一层空荡荡的 除了一个看似练功用的法阵之外 别无他物 韩丽一扫之下 直接上了二楼 这二楼的布置同样的清冷简洁 除了几张堆满了一些法器预检的木架之外 就只有几把椅子和一张低矮的石桌 二楼一冒头 韩丽就看见一名蓝衣女子坐在椅子上 低头看着桌子上的一堆破旧的竹简 似乎正聚精会神的研究着什么东西 看她的修为是杰丹出奇的境界 韩丽犹豫了一下 正想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 这个女人却一抬头 露出了一张让人怦然心动的绝色滋容 你 就是韩丽 这看似二十五六岁的女子平静地问道 是 师祖 嗯 既然能到这里 也算是你的机缘 我自然会尽心指点你的 不过 在这嘲讽阁 也只能滞留三天 三天一到 就必须离开此阁和白凤丰 在此期间 能领悟多少 就全看你的造化了 这个女人用异常清澈明亮的双目盯着韩丽缓缓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此女虽然修为不高 但韩丽被她一盯之下 却默然有一种身心被对方窥视干净的感觉 不禁心中一惊 要知道 以韩丽如今神识的强大 能让她有这种感觉出现 实在是太过诡异了 明显对方对其施展了什么 探测心神的神通 不及多强 韩丽表面上一脸恭敬的称势 暗中大眼觉功法 却瞬间的周身流动 连忙护住了心神 就在韩丽暗自警惕和纳闷之余 蓝衣女子清澈明眸中一光一闪 脸线一丝倦意的闭上了双目 将你练习的功法口诀 先给我背诵一遍 然后就到一层暂且后着 没有我吩咐不要轻易上来 等我稍微参悟了一下 会招你上来细细讲解不懂和晦涩之处 现在开始吧 是 弟子修炼的是牧师叔给的玄兵诀 韩丽神色不变的缓缓背诵了起来 一点茶的功夫之后 韩丽终于背诵完毕 蓝衣女子微一点头 一摆手示意韩丽暂且退下 韩丽连忙失忆里 二话不说退出了二楼 这蓝衣女子看着韩丽消失的背影 眉头微皱的坐在椅子上一动没动 但是片刻之后 她袖眉一条缓缓起身 一挥手蓝色隔音罩浮现在了她的身上 然后她掏出了一个传音符出来 神态从容的低语了几句神 就将此符扔出了光照 化为一道火光 从窗口处直接飞出 随即不见了踪影 洛云宗主峰的半山腰处 上次结单期修饰聚集的阁楼上 那白须老者神态悠闲的站在窗口处 眺望着 忽然 她眼中金光一闪 一道火光从天外直接向她击舍而来 老者默不作声的一抬手 一片白侠从手心处射出 一下子将红光卷入手中 化为了熊熊烈火 火光中传来了蓝衣女子简短的声音 寒厉无事 杜冬有鬼 哼 有鬼 我就知道不对劲 当初杜家和白巧院 执掌大权的父家交情不浅 真是杜家后人 自然应该败在白巧院的门下 怎么会跑到我洛云宗来了呢 白须老者冷声自语 脸上露出了一丝寒意 不过 宋师妹的神通灵犀厉害 越发的让老夫佩服啊 除了两位师叔之外 我能否硬生生抵挡住 恐怕都是两说的事情啊 白须老者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略带羡慕之色的 喃喃说道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两个多月之后 银梦山西部山脉 白巧院的宗门所在 一处四面环山的巨大山谷内 数千身穿各色衣裳的白巧院弟子 聚集在山谷中心的广场处 兴冲冲的议论纷纷 喧闹不停 还有不少人翘首以待的望着天空 脸带不耐之色 似乎在焦急的等待着什么 在广场的一端 数千弟子最前面 却另有数十人惹眼至极的站在那里 稍靠前一些的七八名修士 都是杰单以上修为 气定神贤 后面数十名男女 则是住基期以上的修为 他们正是白巧院的 几位院主长老 还有众多的肩负各种职责的管事 哎 来了 一位眼尖的弟子 一下子看到了什么 兴奋异常的大声叫道 顿时所有低阶修士 一个个仰头望去 只见远处的天空有光芒闪动 接着一大群五颜六色的光点 永远极近的飞顿而来 是古剑门 他们都用剑气飞行的 一听这话 人群是更加骚动了 许多人冲的那些光点 指指点点 神情各异 肃静 肃静 这成何体统啊 想让其他两派 看咱们白巧院的笑话 是不是 站在人群前的一位 身材魁梧的老者 脸色一沉 忽然冷冷的说了一句 这个声音响彻了全场 其他有点忘形的弟子 顿时各个闭口不言 硕大的广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魁梧老者见此 这才满意的神色略环 其他几位结单期修士相望一笑 似乎对此情形是见怪不怪 这个时候那些古建门的修士飞到了广场上空 虽不能说是全部的驾见而行 但是其中不用剑气的只有寥寥数人而已 没想到父兄等人竟然亲自出来迎接我等 哎呀 这江某可真是受宠若惊啊 哈哈哈哈 古建门重修士中 一位飞在前面的五六十岁矮小老者 哈哈一笑之后率先降落了下来 在他旁边另有一名青袍儒生和一位白衣女子 他二人同样面带微笑并肩落下 看情形应该是一对夫妇 这个时候古建门看起来年纪轻轻的其余低级修士 也一一落下 这一次是江兄带队前来 傅某等人自当出来恭好大驾 况且还有大名鼎鼎的白臂双剑抗力光临 魁梧老者神色如常的 冲三个人一拱手说道 哈哈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两个呀就别互相吹捧了 也不怕那些晚辈笑话 倒是洛云宗的人好像还没有来呀 他们这一派对世间大会越来越提不起兴趣咯 哎呀数次垫底让他们心虚了吧 啊 江修士似乎对洛云宗有些不待见 颇有一些幸灾乐祸的说道 父老者听了这话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他们白巧怨和古剑门不同 这话他可不敢轻易接口 万一被人传进了洛云宗高层耳中 肯定会掀起一场风波的 于是上尉等父老者想了如何回复此话的时候 老者身后身穿碧绿长袍的一位中年人 忽然一咧嘴插话道 我说江道友不必如此心急 这次洛云宗带队之人 听说有白凤丰的宋仙子 这可是咱们三派里难得一见的大美女啊 可惜以前这位宋仙子啊 一向深藏浅出 我等两派很少有人见到 如今可算是异常夙愿了 哎 怎么着 师兄说的是白凤仙子吧 此女传闻艳美无比 我倒是闻名已久啊 若真是此女带罪前来的话 等上一会儿 倒也无妨 倒也无妨啊 江云眼中露出了颇感兴趣之色 点点头说道 古剑门内对男女修士文丁此言 满脸意外之色 其中轻袍如生 更是惊讶的说道 我听说 这位白凤仙子 身具天灵根 上不足百年就轻易结丹成功 堪称 修仙界千年一见的修仙天才呀 这次世间大会能见到此女身影还真是有些大出意外呀 就是 即使同为女儿身 我同样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宋仙子是好奇的很 今日若是能得见自然是一件美事哦 白衣少妇虽然姿色平常 但是声音圆润好听 让人感觉是欲耳至极 呃 这个 哎 哎 好像是洛言宗的人来了呀 父老者一笑之下 正想说什么的时候 忽然向天空脱口说道 一听这话 附近所有的人同时抬头望去 只见东边方向真有一个巨大的黑点 渐渐的靠近 这是 古剑门的江修士神色一动 似乎知道那是什么了 等稍靠近一些 其他人终于看清楚了 那竟然是一只体型巨大异常的怪鸟 以惊人的速度向这里飞驰而来 鸟背上人影重重 似乎占有众多修士的样子 哎哟 乐云宗就这只一种青光雕 只得拿出来显微一下 而且这只怪鸟只不过可以变化体型大小罢了 只是五级妖兽嘛 有人看见那只大鸟 嘴里有些酸溜溜的说道 父老者等几名白巧院 结单修士 视若无睹 只当没听到这话罢了 不过在场的年轻弟子显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灵兽 一时之间都是倒吸一口凉气啊 人人都瞪大了双目 盯着巨鸟惊人身姿 眼露出骇然之色 巨鸟顿素也着实惊人啊 挥动几下散动青光的巨鸟之后 转眼间就到了众人的上空 巨雕双翅展开的庞大身躯 一下子带来了大片的阴影 遮住了广场的部分区域 同时一股腥风猛烈刮过 让在狂风中站立不稳的一些低阶弟子 各个面色发白起来 停 巨鸟上一个男子声音默然传出 巨雕双翅一收之下 动也不动的浮在了半空中 这个时候鸟背上才有众多羞士 纷纷欲起而下 哎哟 这不是霍云风的断胸吗 真是稀客呀 傅老者一眼就看见了为首的红山老者 眼中一亮急忙迎了上去 哪里哪里 上次运舟一别 在下也对傅兄是惦记得很呐 哈哈哈哈 红山老者打了个哈哈 含笑的说道 同时呢 目光在对方身后他人身上扫过 短兄想找昌正长老吧 这不巧的是 昌师弟又是外出了 不过在大会的后期 昌师弟应该能赶回来的 傅老者不以为意的说道 啊 这样啊 那就无所谓了 能否叙叙旧也是个机缘问题了 啊 这位是宇师弟 不用我介绍了 大家都认识的 呃 但是宋师妹 诸位可都是第一次见到吧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红山老者露出了一丝失望之色 但是随即神色如常 并一指身旁的绝色蓝衣女子 含笑说道 哈哈哈哈 白凤仙子的大名 富貌近些年来 可是如雷贯耳 如今得以一睹芳荣 真是名不虚传啊 傅老者眼睛微眯 望了一眼 宋姓女子 目中惊艳之色闪过 口中称赞道 傅师兄 谬赞了 小女子可当不得仙子的称呼啊 来一女子 玉脸上露出了温婉的笑容 声音轻柔的回答 此女子甜尽可人的风姿 让附近一些低阶男修士 看了个个是怦然心动 露出了几分痴迷之色 而那些高阶修士 虽然好一些 但眼中也或多或少的露出了一份火热之色 这个时候 红山老者等人也看到了古剑门之人 同样上前去打了一声招呼 那江修士虽然不冷不热的样子 但也勉强回复了两声 倒是那名白衣少妇手拉着宋女子热情至极的说个不停 看着呀 就像亲姐妹一样 而蓝衣女子始终温雅大方的回复着 其思维有理的举动让人挑不出丝毫的毛病来 那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呀 白巧院为两派接完封之后 为古剑门和洛云宗空出了两大片宅院 让他们好好的休息一天之后 明天再开始正式比试 第二天一早 三派激烈至极的比试就开始了 比赛共分三组进行 每派都各选出十名选手和其他两派 二十名弟子组成一组 每组通过两两比赛只选出前四名 然后十二名弟子再开始抽签斗法 决出最后的优胜者和前十名出来 因为弟子不多 自然不会在数个场地同时进行比赛 就按先后顺序在同一个场地举行了 三派的弟子个个都是摩拳擦掌 他们都想在这次比试中展露头角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怀人修仙传》第364回 《怀人修仙传》第3位 《怀人修仙传》第3位